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五月底将迎来总统大选 左派政党极有可能迎来史上第一次胜利 并诞生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副总统 有望创造历史的人就是他 四十二岁的马尔克斯三月在哥伦比亚 左翼政党替代民主极点初选中 以第二高票成为政党副总统候选人 马尔克斯出身贫穷地区 曾声名女佣也是位未婚妈妈 她苦读十年拼到法学院毕业 才在哥伦比亚富有白人男性主宰的政治环境下 闯出一片天 她勇于替贫困者非裔与女性发声 在环保议题上更展现愿意拿面去拼的憧憬 而奠定了可靠的形象 马尔克斯的社会运动经历让她声名大噪 2018年替家乡考卡省发声 荣获有环保界诺贝尔奖美名的高曼环境奖 2019年为了保护飞翼社群的水资源 更挺过手榴弹与炮火攻击 现在她誓言当选后除了要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外 更要当哥伦比亚环保的把关人 而跟马尔克斯一起搭档竞选的同党同志 首都波哥大前市长 现任参议员裴卓 以第一高票获选为总统候选人 他在多份民调中都以双位数差距 大幅领先右翼对手古特雷斯 哥伦比亚目前内阁中只有三位女性 非裔女性更是只有一位 马尔克斯期盼当选以后 能在种族性别和环境议题上 找回长期失落的正义 金新闻 七子健 林立卫报道